一些懶人包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這邊之前有做一些分享 那你也可以到我部落格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一些包含一些其他的相關 比如說畫框線 或者是說一些跟大數據有關係的 相關的概念 或者是什麼outlook可以用outlook記性 那實際上是用VBH附加outlook 或者是像VLUK海岸數等等的 那有些後面還是會提到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從懶人包裡面 或是從這邊懶人包點進去 也可以找得到 諸如此類的 那我們的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在這裡 基本上這每一個影片 我想應該都還蠻清楚的 所以你一個段落一個段落 或者說你可以 把你可能比較不熟的部分在看過 尤其是撰寫程式VBA部分 如果你不熟 自己又打不出來 我建議回去一定要自己動手 因為你不動手做 你可能永遠也不會寫 不會寫 那再不然如果說你可以階段性的 把我的雲端白板上面的程式碼 雲端白板裡面的程式碼 比如說上個禮拜的東西 至少怎麼樣呢 你像那個 這個 比如說上個禮拜的程式碼 那你至少 如果你打不出來沒關係 至少參考一下 回頭 回家再重新做過一遍 那我都會把那個相關的公式 還有呢 我們寫過的程式碼 像這邊 像這個 這個程式 甚至我呢 我會把那個 各位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用那個 黃色的底 幫你mark起來 反正至少 你可以先複製貼上 然後再把它刪掉 重新再來過 至少 熟悉一下 這一個整個流程 那我們主要是以那個 範例檔 當成是 我們上課的 主要的內容 所以 請規一樣開啟那個 我們的範例檔案的 這個 這個範例檔 請規再開啟那個 邏輯函數 這個檔案 那待會的話呢 邏輯函數 裡面的話 當然有幾個 可能比較重要的 邏輯嘛 不外乎就判斷 那判斷的話呢 不外乎就是 true跟false 就是 是跟不是 OK 這個是一重的判斷 第二個也許是什麼 嗯 是 跟反之啦 變成有兩重的判斷 然後再多重的判斷 可能有好幾種可能性 那如果像這種部分的話呢 如果把這個檔案打開了 那第一個 也許我們 開啟這個範例 請用編輯一下 那裡面 比如說 我今天假如說 切到if好了 if and and是 是交期 or是連期 那比如說 以這個範例來看 當然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判斷這個成績 是不是合格不合格的話 那大概我們就怎麼 大於等於60 合格不合格 可是呢 如果我說今天 假如我希望 這邊再多一個欄位 也是一樣那個綜合評定 可是我綜合評定 希望用abcd 這地方該怎麼做 比如說我今天呢 合格不合格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那個 邏輯函數裡面 那我可以找到if if裡面的話 按確定 反正我的 這個logic 就是你的 那個邏輯在哪裡 那你可以告訴他說 我如果12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幫我輸出合格 反之的話呢 就輸出不合格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合格不合格打上去 不過各位可以發現 輸入的時候其實你前後不加雙 不過你會發現一幅 離開它會自動幫你加 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OK 那按一個確定 它自動會幫你把合格不合格 給做出來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我想這個算最基本的 可是如果說 請各位把它改一下 假如說我希望把這個邏輯改成 就是說 如果大於等於80分的話 就是a 大於等於70分的話 是b 大於等於60分的話 是c 除此以外的話 是d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兩個 合格不合格 是否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 會有四個條件的話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一個格子裡面 怎麼把它做出四個條件 那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想想看 也許 有沒有邏輯這個函數裡面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衣服 那怎麼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按一下確定之後 變成說你判斷之後再判斷 再繼續判斷 這個做法上 我想各位先開啟這個邏輯函數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基本上 我們每次上課的範例檔案 基本上都會有第一階段 比較簡單的就是函數 可是函數畢竟要做很多事情才能完成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希望提高效率的話 那就是把它變成VBA 也就是同樣的邏輯 但是你需要做一點點改變 那改變的部分其實就是你們必須要學的 那當然我們漸進的 因為函數也許大家 普遍是應該有一定的那個接受度 那但是VBA可能也有些時候 你是完全對這一塊是空白的 那就是你要學的 慢慢把它補上 OK 所以待會也許就是說 我們這兩個邏輯做出來之後 一樣可以怎麼樣 假如說可以把它變出什麼一個按鈕 按下自動產生 或者插入函數的時候 自動幫我給我一個什麼呢 一個函數 判斷成績的函數 那一樣我可以向下填滿自動完成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先稍微把題目打開來 然後待會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講的就是這個一部分 多重判斷 剛剛已經做好這些按鈕 不過這個等一下我們要demo 就VBA部分 多重判斷怎麼判斷 比較快 80分以上是A 70分以上是B 60分以上 反制就是D 那其實多重判斷 如果你是用那個if來做的話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先以符對不對 邏輯的話也是這樣乘7 如果大於等於80分的話 那是A OK 那表示怎麼樣 有個區塊被扣掉了 反制呢 剩下字可能是B、C、D 那可是一個格子怎麼B、C、D呢 欸有個方法 我的奇怪是怎麼樣 再插入函數 不過特別注意喔 再插入函數 請你不要點這個插入函數啦 這個是插入函數對不對 請你點前面的這個按鈕 如果說你要在公式裡面 再繼續插入函數的話 那這裡是有個規則就是 請你點這邊 找到if 因為他最新用過 他會幫你列出來 然後呢 一樣的規則 如果這個大於等於多少 70的話 那你給個B 好 那反制呢 欸就是C跟D嘛 一樣嘛 你就是在這邊點一下 再插 特別的游標記得喔 一定要是放這邊喔 然後就會幫你再加一個if 如果這個的話呢 是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那就剩下的嘛 剩下什麼 剩下C 那反制的話呢 就是D嘛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喔 OK 那你會發現喔 反正一層一層呢 欸公式打完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怎麼樣 也許把它置中一下好了 然後向下填滿 全部做完了 而且你會發現喔 這公式喔 其實就是上面這一串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if 然後這個先大於等於80是A 剩下的再判斷 那判斷的話 裡面再一個 B 然後再剩下的 再判斷一個C或D 不過理論上喔 如果你要自己 從頭到尾key這一串喔 應該失敗率還蠻高的 對 可是如果你藉由剛剛的工具喔 欸其實失敗率會蠻蠻 就不太容易失敗 像 不過你就是要知道說這個工具 使用的方法 特別是喔 就是點這邊的時候喔 第一次先從這邊 用if 點這個 大於 先判斷最高的那一部分 是80 而是 是 這應該是80 這個是80 然後呢 這個是A 接下來這個喔 可能關鍵就在這裡 點這邊一下喔 再點前面的 這邊有一個一幅 那它會怎麼樣 幫你把公式喔 加到什麼哪裡呢 加到這個公式的裡面 那你不能點這個 因為點這個 它會把這個原來給蓋掉 欸又只有一個一幅 OK喔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然後呢 再把這個邏輯加上去 大於等於70 這個是B 那反之的話呢 當然就是 再一次喔 所以這個地方 總共我們會有做三式的一幅 不過 即便再多的一幅 其實反正你就照著步驟 照著邏輯啦 你其實就會很順利的 把這個邏輯全部做完了 不過它最後會前後 幫你做那個雙引號 所以你移開就可以了 按確定 它就幫你判斷完了 欸 有沒有 所以再複雜了 最多這裡面可以放255個一幅 不過基本上沒有人那麼無聊 做那麼多的複雜的判斷 基本上可以做很複雜的運算 沒有問題 這個叫多重判斷 所以我們在居欄的地方 多一個欄位多重判斷 好 那這個剛剛的部分 就是一幅的兩重判斷 跟多重判斷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VBA 那VBA前面講過 就是說最好是按個按鈕自動完成 那我自動完成大概會有幾個需求 一 合格不合格 對不對 然後有個清楚 合格不合格 這個我想前面有做過 只是說我會在程式裡面 多加上一幅的邏輯判斷 所以特別重要程式 這裡面怎麼寫 for i等於第二列到第七列 然後怎麼樣呢 把輸出到G欄的寫在前面 所以salesi.h 裡面的話等於什麼呢 等於合格跟不合格 有兩個 所以我們用外面再包邏輯判斷 如果一欄裡面的資料 假如是大於等於60的話 那我就在h欄裡面放合格 反之就是放不合格 就兩個 另外就清楚 所以程式寫完之後 其實基本上大概就這幾行 就是先for回圈 這個跟前面是一樣的 跟前面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會在裡面包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是如果中間這邊前後空白 就加上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 因為我們是從這個儲存格 哪一個儲存格 這一個儲存格 所以你要怎麼指向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叫sales 哪一個呢 第i列的 哪一欄 e欄 然後大於等於60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是 那你就執行then 這個一定要寫 然後輸出到哪裡 我要輸出到h欄 所以你要告訴他說 我輸出到這邊 將來記得把輸出寫在前面 被輸出的東西寫在後面 它就幫你怎麼樣 把合格丟到h欄裡面 反之 這個是反之 就是不合格 也就是說它如果沒有大於等於60的話 這個條件如果不是為true的時候 那就會執行ls OK 所以就有點像一個篩選器 只是說 你沒有慢慢習慣這種邏輯判斷 因為將來你在處理大量資料的時候 不外乎就是去判斷 然後讓它自動幫你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某一個數字大於的話 那幫我換個顏色 或者是幫我取代 或者是做什麼事情 這個作用都差不多 那另外的話清除就是把什麼 這個比較簡單 有沒有不用邏輯判 反正把裡面的東西清空就好 所以最後再加上兩個按鈕 那我就可以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就幫我執行什麼 輸出 那如果按一下這個按鈕的話 就幫我清除 OK 這個地方我想前面都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試著做一下VBA 那待會兒 當然我們還有更多 比如說可以做多重 可是後來多重 有同學就說 老師這個多重還不夠 這個不夠清楚 我希望除了輸出資料之外 可不可以幫我 再加上什麼顏色 那一般我們可能會需要什麼 不外乎就是把字變顏色 不外乎就是把那個底色換一下 不外乎就是外面再加個框框吧 大概就是變顏色加底色 框線幫我加一下 所以我這邊後面有個demo就是這樣 多重 每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不一樣 A的話呢 是怎麼呢 變個藍色的字 B的話呢 變個黃色的底 C的話呢 加一個紅色的外框 D的話呢 跟A有點像 換個紅色 不過加粗體 加個粗體 但是如果你要清除的話 你會發現 原來的清除 沒辦法清除格式 所以要怎麼樣呢 你要把怎麼樣 格式可以加上去 也可以把格式清掉 大概後面還會講到這些 這個是前面沒講過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剛剛講的東西 雲端上都可以參考得到 所以你們在雲端白板裡面 找到邏輯函數 今天的嘛 裡面有一個程式碼 你把它點兩下打開 剛剛講的東西都在這裡 所以你就反正就照著做吧 一個兩個 等一下做到這邊嘛 OK 畫面先還給多一下 至少你就照著做啦 然後邏輯清楚的話 主要是 再多增加一點點 多增加一點 反正每一次上課 我就會把VBA 跟那個函數的難度 又向上再提升一點點 再向上提升一點點 所以 但是都跟前面的 上課的東西 都有點點關聯性 所以回去建議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再多做練習